好 您應該還記得 這個周星馳新爺的台灣電影專屬的 配音員石斑雲 他轉行當導遊 但是呢 其實他人生的精彩度 這可以說呢 這不輸給周星馳的電影 他原本自以為是家中獨子 年過半百 父母去世之後 想不到另有紳士 還因此揭穿了紳士之謎 帶你一起來看 我對你的景仰有如套套江水 也有如那黃河之水 天上來 真的講到周星馳能夠在台灣 打下喜劇天王的名號 1983年開始幫周星馳配音 石斑雲功不可沒 不過配了將近百步的喜劇 石斑雲可能也沒想到 自己的身世充滿了戲劇化 在過去他一直以為 自己是家中的獨子 直到父母過世 石斑雲從配音員轉行當導遊之後 一次的旅程當中 遇到一位旅行社的女老闆Linda 對她說你長得好像我小叔 女老闆回去之後 向石斑雲的二哥講到這件事情 這下子金家立刻召開大會 還驗了DNA 原來當年石家父母因為不能生育 驚人介紹找到了桃園的金家 領養了石斑雲 之後又因為工作關係 全家搬到了高雄 而兩家也斷了聯絡 任主歸宗不改姓的石斑雲 現在多了四個哥哥 兩個姐姐以及兒孫貝 突然多了三十幾位的親戚 替周星馳配音配了將近20年 看過了各種劇情 不過石斑雲說真的也沒想到 真的是人生如戲 不過好在一切都是喜劇收場 孫雲正經巡邏配與台北 採訪吧